一百七十块的这辣椒这么大碗 韩国的生鱼片 哇 我喜欢 韩国比较特殊的生鱼片的吃法 比起三乳 更适合 三乳 还在动动动动 凯尔的脸都 凯尔的脸都看了 大家好 我是卫酸仁 大家好 我是曾老师 大家好 我是凯尔 今天我们三个来到了这里 啊 凯尔 韩国的生鱼片 对 韩国的生鱼片 我相信大家很常吃日本的生鱼片 我 对 我都在吃日本 我没有吃韩国的 那也没听说过对不对 没有听说过 交给郑老师来介绍 我们吃韩式生鱼片的方法 一个 对 这什么 为了不要恕罪 一共猜出的时候 老师尝试对不对 对 我尝试了 因为是酒鬼郑老师 我喝醉之前 还有我喝完之后也 哦 效果好吗 很好 书要来了 三乳 哇 火将鱼 凯尔的脸都 凯尔的脸都掉了 没有 还有吗 有点紧张 哦 还在动 哦 还在动 哦 还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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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夹起来 嗯 沾这个油 它动超多的 Oh my god 轻松了一点 会粘在你的喉咙或者舌头 所以真的吗 它沾这个油的用意 也是让它不要粘 啊 哦 加油 哎 看看我吃这个好好玩哦 好吃对不对 味道好吃 对 它抓我的牙齿 在美国动物跟食物分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看起来很像一个动物 感觉是活的 对 大家会害怕 我小时候我们吃猪肉的时候 英文里面是 pork 然后我的哥哥故意说 哦 我在吃猪肉 然后我的爸爸生气了 这个不是猪肉 这个是 pork 这是臭骨酱酱 韩国的辣椒姜加醋 嗯 去调拌出来的酱 酸酸辣辣的 那这个是我喜欢吃的 五金哦 五金哦 五金 OK 鱿鱼酱米片 吃这个鱿鱼就是要一次加很多条 啊 嗯 啊 那一般吃鱿鱼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 那个 那个腥味 吃生的一点都没有 嗯 那么 有很多台灣朋友反應說 老師這樣吃都是沾醬的味道啊 那我來介紹你可以這樣吃啊 就把它放在你的湯匙上 然後再沾一點點 進來 那這樣就不會沾到太多醬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吃到 它吃在本身的那個鮮味 韓國人吃的味道比較重啊 所以 你照著韓國人吃的味道 你會覺得這個味道太重了吧 那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吃 都是醬的味道吧 吃這個都是香油的味道 吃這個都是胡椒醬的味道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醬 再回家喝 哇 美味 這是鮭魚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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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日式料理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好多規矩 就一不小心可能會做錯事情 韓國的生魚片吃法 沒有什麼太多規矩了 喜歡吃日式生魚片的也知道 所以先從 顏色比較淺的開始吃了 從這一片開始吃 從這一片開始吃 那像我的吃法的話 就簡單一點 沾上這個 韓國生魚片跟日本生魚片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日本的生魚片是會讓它熟成 殺完魚之後呢 放個一陣子 這味道會變比較鮮一點點 那韓國人吃生魚片呢 最喜歡的吃法是 活的魚 直接馬上殺 它那個鮮味的香蕉它不是那麼濃烈 但是口感是比較好的 韓國人吃的醬料味道比較重 所以魚肉本身的味道重不重 其實不是香蕉它沒有那麼重 那你的吃法呢 我的吃法是這個 菊薯煎 這個菊薯煎 這樣 然後醬油 醬油 這個嗎 沒有,很多 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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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鄭老師就喜歡吃這個 山馬 對 用生菜包 那這裡是韓國比較特殊的 吃生魚片的吃法 所有的醬料全部都加進去 感覺開始了解 了解它的吃法 對 對 但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吃了 真的 這次生魚片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吃 我現在在減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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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很喜歡香蕉 就上次那支影片有介紹過了 但是吃生魚片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比起香蕉 鹽鹽更適合 因為它本身就有一種特殊的香氣 讓那個生魚片的味道變得更香一點 用一點這個麥醬 麥醬 最好吃的 你喜歡這個葉子的味道嗎 香香的對不對 他是喜歡紫蘇葉的美國人 其實鄭老師比我們小很多 他跟我童年 是 是嗎 好吧 鄭老師他就是要教我們 如何做好喝的說美 因為他是酒鬼鄭老師 所以老師這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5比5 3比5 這麼小 那麼小 你們兩個沒差吧 你們兩個很會喝耶 什麼 什麼 這什麼回事 你很好奇這在幹嘛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 老師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講 這是拜拜的意思 我的朋友們都是這樣 所以我選了這樣 OK 就是傳統 不太知道原理了 不太知道原理 我只是說大家都 這是一個文化這樣 對文化 差真的玩一下 確實蠻好喝的耶 好喝? 確實蠻好喝的 馬虎呢 馬虎呢 馬虎要趕快吃是不是 趕快吃 衝動吃 哇 好吃 嗯 現在這是鄭老師很幸福的表情 他們喝醉了嗎 已經開始喝醉了 老師真的是蠻會調的耶 自在啊 這味道不會太濃烈 剛剛好 你這個可以嗎 可以啊 他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韓國生魚片的第二個重頭戲 辣魚湯 對 就是要吃梅溫湯 因為韓國吃生魚片呢 酒會喝的比較多 嗯 那酒喝多了那就要解酒嘛 而且喝辣湯的話我們再開始 我們會再開始 再開始嗎 對 這是鄭老師 酒鬼鄭老師 那一般韓國人吃那個梅溫湯的時候 覺得特別能解酒 因為它是熱湯 而且又很辣 所以讓你的新陳代謝變得很快 叮咚 來吧 來吧 這是6000元嗎 對 厲害耶 6000元韓幣的辣魚湯 我沒想到這麼大份耶 一般最常見的辣魚湯就是吃完剩魚片 剩下的苦頭和魚頭 魚尾巴拿來煮 這樣超大的 太大了吧 這絕對 這絕對比我的臉還大 很難 我喝酒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喝辣的 是 所以呢我們會再開始這個喝酒 對 所以 喝 喝這個湯 喝什麼酒 燒酒 當然是燒酒 宿醉應該是因為你 身體裡面沒有很多水 是 所以喝湯 會幫助你 對 但是鄭老師的情況 就怕喝湯之後就不夠醉 所以就再一次喝點酒進去 我不是每天這樣啊 今天 秋末的時候 還有快樂的星期五的時候 可以吃了 Lady first Ladies first 謝謝謝謝 謝謝 這有 它最好吃的 對 最好吃的魚骨頭 飯也來了 我們就可以配飯來吃一個 這個突然 從哪裡來 為什麼要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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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西方人可能不太懂的韓國文化 韓國吃完烤肉就會吃飯 甚至韓國人吃完泡麵之後再吃飯 那喜歡最後 不管吃什麼 最後用飯來結尾 在台灣 普遍能夠吃小辣以上的台灣人 應該都可以接受 對 好吃嗎 好吃嗎 如果想要體驗看看的朋友 我覺得這間店還不錯 就是 價錢不貴 CP就算高 而且這位辣魚湯 一百七十塊的這辣魚湯 這麼大碗 對CP就很高 真的太偏硬了吧 那這次謝謝鄭老師的再見 不客氣 乾杯 乾杯 玩一下 玩一下 拜拜 拜拜 不想看到它 不想看到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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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網 很厲害 谢谢观看